小男孩惊恐地望向天空 只见一到十三级龙卷风 竟在他眼前快速行程 面对着如此盛景 男孩非但没有被吓跑 反而是站在原地静静观赏 丝毫没意识到龙卷风的危险 好在此时姐姐从家里火速杀出 不等男孩分享喜悦 就立马被其拉入屋内 还没等两人躲避完善 下一秒 只是转眼间的功夫 两人就被瞬间吞没 而另一边的女人 正打算给家里打去电话 不曾想却始终战线 而等她抬头望去 另一股巨大的风暴就已然来袭 恐怖的风压 直接将在外的民众 瞬间掀翻隐恨当场 而一些有着先见之名的人们 在风暴来临之前 早已迅速躲进了地下室 接着又找来绳子 将钢门层层捆绑起来 打算以此来增强抵御抗击力 可让众人始料不及的是 在大自然恐怖的实力面前 如同蝼蚁的人类 还是只能被吓得瑟瑟发抖 而这时大家才意识到 面对着13级的飓风 避难所就如同纸片一般不堪一击 可毫无办法的众人 此刻也只能听天由命 临时抱脱角式的 祈求上方的垂帘 在导演的安排下 好在众人成功存活下来 当他们终于走出避难所时 这才发现整座小镇 在风暴的摧残下早已变得破烂不堪 而众人能在如此状态下保全性命 自然是感到兴奋无比 可面对着四处的断壁残垣 众人的心情早已跌落谷底 可现实的情况 却不允许他们继续低迷 当下的药物之急 就是找到灾难中 幸存下来的人并加以救助 糟糕的是此时的破败之景 却已占据了半壁江山 随着一阵啼哭声突然传来 在不断地搜索下 女人成功从木板下 找到了幸存下来的婴儿 随着生命之花开始不断涌现 那些被困之人 也成功地得以被发现救助 灾难虽然是无情且残忍的 但是只要我们有着 坚毅的品格和互助的决心 即便面临着再大的灾难 也能成功度过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顺从 相信只要大家团结一致 众志成成 繁华的景象迟早定会 重新绽放在这片土地之上